胡歌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 自小就展现出对表演的浓厚兴趣 他曾在学校的话剧社中担任主角 用细腻的演技赢得了同学们的阵阵掌声 在高考后 他选择报考上海戏剧学院 开始了自己的演艺生涯 进入演艺圈后 胡歌凭借出色的外貌和才华 迅速展露头角 2003年 他参加了由上海电视台举办的一个选秀比赛 并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了第三名 这个比赛让胡歌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 他开始接触演艺圈 并慢慢地在电视剧中出演一些小角色 2005年 胡歌得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角色 在电视剧《仙剑奇侠传》中 是演力逍遥一角 这个角色让胡歌一夜成名 并成为了中国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新星 自此之后 胡歌在演艺圈中的地位逐渐稳固 并在接下来的多个电视剧和电影中出演重要角色 如狼牙榜 伪装者 猎长等